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我是白鴿子劇團 我是吳老謙 我是瑞珊 歡迎大家再收看 新魔術開箱文 這一集不得了 以往嘉賓都是隆重的出場 這一集的嘉賓是 一開始就宰 但是他其實不是一般的嘉賓 他是超級幸運的一位觀眾 而且職業觀眾對不對 職業觀眾 就是他常看魔術的演出 各大魔術活動 基本上都看不到他 他叫做小莉 沒有錯吧 小莉 小莉 單身嗎 我幫大家問 不是我自己問的 好OK 看樣子 可能不是 好那我們就不訪問了 那這一集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謝謝大家 我們每次收看的時間是 好啦不是啦 好啦是這樣 這一集是 RIP特技 對對對 因為我們大概在之前 九集以前 對九集以前有一個RIP道具 我們有抽起來 而他就是RIP的得主 得主之一 對還有另外一個得主在台中 他今天沒辦法來參加錄影 但是 這是我們首次 由現場觀眾來現場參加錄影 是不是很值得紀念一下 而且首次跟老前大當 對還是首次我們交換主持人 因為我們想要混搭 你應該有發現吧 對混搭 還是你是阿咬 是我們就發現 好是這樣 來來來來 RIP我們必須要嚴肅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呢 第一個要開箱的道具 有現場觀眾 對我們第一個要開箱的道具 就是一個RIP道具 什麼叫RIP道具 大家應該知道吧 REST IN PEACE 對就其實已經是安息的道具 就是這個 PLEASE IN DISCUSS 非常棒 他是一個青蛙王子的一個魔術 那看一下影片就知道了 等一下我們不用看他的宣傳影片了 直接看他的RIP影片 來來來 超誇張 你有看到嗎 他這個地上啊 放了一大堆這片光碟 到目前為止 可能有一些人沒有follow的 可能還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對對對 就是他現在要用這一台卡車 對 把地上這一片光碟 全部碾爆 跟道具全部碾爆 爆 你看超high 來來來來 他碾一次喔 他整個開過去你知道嗎 而且碾一次還不夠 他還倒退 他倒退再碾了一次 把那個完完全全的銷毀 好 那我們回到現場 是這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 其實我們也要講一下 就是 他清全了 對 他清全了 他其實清了一個叫做 Michael Cross的 魔術師的這個版權 對 就是他 他在1991年 那一年就發表了這個魔術 然後 只是他這一次用了一個更漂亮的包裝 對 但是 SESMI只做對的事情 他覺得清全 他就應該要把這些道具全部銷毀 所以我覺得 哇這真的在魔術界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轟動 但是我們還是要評測一下這個道具 因為 因為 聲聲還是買到了 哈哈哈哈 他講出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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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 他是已經開始賣了以後才發現 對 所以他還是買到了最後幾本RIP 也許現在全世界還找到一點點 好啦 我是少數用者之音吧 我們還是要評 因為評測就是 就是 清全你們還是可以找到圓滿作者 可以買到這個魔術 對 所以其實這個道具 這個魔術還是好魔術 所以就用RIP這一集 我們來評測一下這個道具 是這樣子 因為今天有現場觀眾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現場 演一次 然後這樣他可以加入評測 不然他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 你應該沒有變魔術吧 沒有變嗎 只是很喜歡看魔術 沒有錯吧 好是這樣 來來來來 小李現場變一下 這可以現場演嗎 正在演齁 這是一個 青蛙 好 可以看到裡面是綠的 然後外面是 沒有 有摺痕所以很好摺 皺皺的 皺皺的 所以平常有在演這個魔術就對了 還好 還好是不是 剛買他不久 剛買 所以這是一隻青蛙 來 放在這邊 可以玩他嗎 非常可愛 他可以彈 好像彈不正起來喔 好 是真的青蛙 是我們平常看得到 可以玩玩看 好 好 真的很酷耶 這是一個復刻牌的魔術 好 復刻牌 好 好難彈喔 好 隨便幫我喊停就好了 停 對 好幫我記好這張牌 然後給鏡頭前面的 收看開箱文的朋友看一下 好 好 好 放回去 DNA有看到嗎 觀眾有看到嗎 來來來來再一次 確定這一張喔 好 來 來 記好 好 所以 都記得你的牌了齁 好 我把牌切一些細細 所以你要變出那張嗎 欸 其實觀眾 我跟你講台灣觀眾真的是這樣 我們魔術有什麼來掌握啊 對啊 大不要被那些實驗魔術的片了 其實沒有像電視這麼簡單 好 我也是要找出他吧 我要 我是要找出他的牌沒錯 然後用什麼找呢 青蛙 沒有人過 沒有人過 這個魔術給你變好了 好 沒關係 好 他不太好彈 那你就幫我隨便拿著青蛙就好了 然後你 你這樣子 滑動 你在隨便喜歡的地方 你就把青蛙丟下來就好了 也 好 大概看一下 他碰到的牌大概是這幾張 好 現在排五道 好 好一樣 換我拿這幾張 再一次嗎 呃 好 隨便幫我選一張 隨便幫我選一張 用青蛙丟就好了 他其實是可以用彈的啦 對 好 確定要不要換 好我換 果然是職業觀眾 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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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來看一下 剛剛這裡有你選的嗎 對 沒有沒有沒有 都沒有 我都比你驚訝了 直接觀眾很不認真看 對 直接關錯的厲害 沒事 好沒有你的牌吧 那如果這張牌就是你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對 可是魔術師應該辦得到 打開看一下 咦 咦咦咦咦咦咦 你是打到水拍嗎 等一下啦 剛剛你檢查過這個情況對不對 對啊 不是這張沒 我剛剛說要用他找到你的牌 所以他已經找到你的牌了 沒有不是這張 他已經找到你的牌 幫我打開一下 幫我打開一下 他已經把你的牌吃掉了 你說 咦 我很怕弄怪他耶 喔 哇 對 就是這樣 超酷耶 天啊 這個魔術的效果就長這樣嗎 就長怎樣 超棒 超棒 那直接進行評測囉 因為真的今天有一班觀眾 我們一定要讓一班觀眾有 表現的機會 OK 直接現場問他 這是最準的 不然每次大家都說 魔術師覺得好的東西 一般觀眾覺得不好 對 不然就是覺得我們收錢啊 然後 然後 收費啊 什麼的 這樣不行 那我們直接來評測 來來來來來 那魔術師先評好了 來 先生你覺得幾顆星 我覺得實用度大概就是 四顆星 四顆星 很實用 雖然效果可能 魔術師不會那麼滿足 但是我覺得 一般觀眾會有吃這個 而且 影片就是 他的宣傳影片是 把妹魔術 重點來囉 他說一般觀眾會很吃這個喔 來 幫我問一下一般觀眾 請問實用度你會幾顆星 這一個魔術 我覺得五顆耶 因為他 他並不是我期望中的 就是找到 就真的找到 對 有變化 對 可是他是撲克牌耶 魔術師出門會帶撲克牌嗎 我覺得 你覺得魔術師一定會帶撲克牌 一定會帶撲克牌 所以是可以接受的對不對 還有那個零錢都會帶 真的很重要 因為現在其實 我說實話 這個實用度我也是給五顆星 對 我真的說實話 因為其實我 呃 我出門其實會帶一些東西 在身上 就是因為 我是魔術師嘛 所以你平常走在路上 就有人要求你變魔術 所以其實我的 你看 我的皮包裡面就是有魔術 或者有一些 對 有一些好東西 好東西 還有這個好東西 那錢啊 真的好東西 真的好超好東西 我在戴身上 然後 你看 不得了 我平常就有帶青蛙 就是因為我其實蠻喜歡讓 就是這隻青蛙 就是 我喜歡讓觀眾有好奇 就是我平常如果打開來 欸 這什麼東西 我可以看一下這個魔術嗎 欸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青蛙王者的故事 我平常就有帶青蛙王者 這是我的寵物啦 這不是魔術 我覺得拿起來要摺這個青蛙王 然後去演這個魔術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 就可以 不是那麼撲克牌的魔術的感覺 它是一隻青蛙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魔術 它非常有趣 對 那好 那難易度你可能就沒辦法平 因為你可能看不出來 但是 還是可以讓你參與一下 你覺得這個魔術很簡單 這個魔術你覺得難易度幾顆星 我不會變啊 你以專業的角度 我看了這麼多指南魔術 還有我剛剛很緊張 我想想 大概三顆星吧 三顆 難易度三顆星 是有一點點難 但不會太難的意思 OK 等一下 你到底看魔術看多久 看 喜歡魔術 喜歡魔術 大概就是跟開箱我一起成長 我完全難過 每次抽獎者都那麼差 非常棒的觀眾 終於抽到了 那邊還有一個 都沒有抽到 哈囉 他只能來參加錄影 可憐的常進人 很可惜 很可惜 你覺得難易度三顆星 那深深難易度幾顆星 難易度基本上 我就給兩顆星而已 是簡單的 他基本手法有 然後 對 有玩魔術的人就知道嘛 然後 他有兩個基本手法 然後 但是如果以把妹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是給五顆星 把妹五顆星 我覺得啦 因為我不太會把妹 所以等一下 把妹難易度五顆星的意思 你要讓 你要讓對方 像影片裡 親你一下這樣子 喔你說 影片裡有讓他親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播 那個宣傳片 大家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這個宣傳片 應該還找得到 雖然道具銷毀了 所以基本上還是兩顆星而已 那易度的話我也是給兩顆星 對 要一點的手法輔助 一點點 而且你要會折啊什麼的 是不錯的 魔術 好 那創意呢 創意 創意度 基本上因為它其實是別人的想法 所以我只能給一顆星 一顆星 以這個產品來講 然後要是以原創的話 這個創意是真的蠻高的 對 但缺點 優點就是 它把它印成真的像琴話的樣子 所以 這個魔術 你原的創意呢 小莉 我覺得創意如果是 就是 把牌變到 從其他地方變出來 這個創意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也 差不多給三顆星 青蛙整個變化 還不錯 才給三顆星 一般觀眾的那個胃口很重 一般觀眾的胃口很重 那 我這個創意其實 呃 我是給它四顆星啦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它原版的 它不是青蛙 就像我不會帶原版的在身上 原版的它就是用庫克牌折 對 所以其實就是它做成青蛙 讓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加分的一件事情 我說實話 我覺得 是很好的一個創意 對 只可惜這個 真正原版的作者太像了 那 對 所以大家也許如果真的喜歡這個魔術 也許 就找自己印張青蛙的卡片啊 名片啊 或什麼的 也許可以演這個魔術 對 找到觀眾的補課牌 還蠻棒的 創意我給四顆星 對 雖然侵權 但我肯定這個創意 改成青蛙這個好奇 我喜歡 好 那再來CP值呢 CP值喔 欸 它的價格大概是一千多台幣 一千多台幣 原價 對 你有買嗎 我還沒買到欸 我覺得稍微貴了一點 CP值的話 我給 然後它有附 耗材 嗯 然後 可是耗材不算太多 但是我覺得有點 我覺得有點貴啦 嗯 對大概 耗材附幾張 我記得好像付五張還是六張 五張 很少 其實蠻少的 對 然後CP值大概就給三顆星而已 三顆星 對 一般一般 所以其實 因為你不能憑CP值吧 你可能不知道魔術的那個行情 就是 但是其實 這個魔術啊 真的算貴 因為它的耗材很少 所以你剛剛看到 深深一台拿出來的是皺皺的 是因為 它沒有辦法就是 你演一次就丟掉 對 就是 它只付了五張 如果它耗材夠多 我會很想變晚送個觀眾 因為它就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紀念品 對啊 你說到這個看不開心 很可愛 對啊 而且一輩子看到這個青蛙就想到這個魔術 你想到深深嗎 對啊 立馬被打槍 立馬被打槍 算了 算了 好 呃 我覺得是很貴 就是很貴 但是 值得買 如果你不送觀眾 值得買 真的值得買 好 但是現在可能買不到 對不起 我也不知道 也許還買得到 我不知道 這是網路上找找找看或什麼的 跟微妖菜 求他吧 好 那接下來是下一個道具囉 下一個道具 是我們的這個 好 那我們直接進影片 進他的宣傳片 他的宣傳片 成為大家各位所見的 看不到任何的效果 就是 好像從嘴巴拉出了一根針 然後看到一個櫻桃 插了幾根針 然後一大根文字 這樣就非常非常短 好 我們回到現場 這個魔術很帥 其實 就是我們剛剛在 前面討論的過程中 我們有開這個影片給小莉看 所以其實小莉應該有看過這個魔術 是實在的樣子 因為他 其實有收錄在他的DVD裡面 我們現在放在光碟機 好 就是他有收錄在他的DVD裡面 那 其實我蠻納悶的 因為他的宣傳片 並沒有他的表演效果 但是很可惜 我說實話 我覺得一般人看完他的表演效果 會很驚艷 不錯 會真的會很驚艷 然後 這一招是完完全全可以實戰的一個 超級好找 很乾淨 對不對 你平常看兔針的魔術 常看到吧 有看過嗎 應該是有看過 但平常都兔很多根 就他只兔一根 而且是連結在那個 觀眾的手上 對對對 他講到重點 就是這個魔術的重點是 一般的那個兔針都是魔術師 可能自己拉出很多根針 可是這個 不一樣 這個是觀眾拉著那條繩子 從頭到尾觀眾都拿著那條繩子 然後呢 把裡面那根針釣出來 像釣魚一樣把它釣出來 對 超級的帥 恩 還是我形容一下給觀眾聽 就是他 他的一開始的效果是這樣子 就是 他有一個櫻桃 那顆櫻桃啊上面插滿了針 就是全部都是針的喔 全部都是針的針 然後呢 還有一杯高角杯 裝了一杯白開水 他就拿這個櫻桃 叫觀眾隨便選一根 他就拔起來 然後呢 直接餵給魔術師 魔術師完全不用碰到這些針啊 什麼的 直接放到魔術師的嘴巴裡 然後魔術師就把它吃掉 吃掉以後給觀眾檢查 嘴巴沒有任何東西 還可以喝水啊 什麼都可以 然後呢接下來就拿線 然後呢那個線也是非常乾淨 就直接拿那個線 捆在觀眾的食指 一線的一頭捆在觀眾的食指 然後剩下另外一頭 直接含到嘴巴裡 然後就問觀眾說 你有釣過魚嗎 然後觀眾可能有 會沒有 然後觀眾就拉那個線 然後拉的時候就是 那根針就被釣出來 超級帥的一個效果 好 那 我們還是要進行評測 這樣子來 先生你給他幾顆星 實用度嗎 對實用度 實用度我給他四顆星而已 四顆星為什麼 因為 平常不會帶針跟線在身上 這可能要特別準備 對 所以口一顆 但是他基本上有針根線就可以演了 對 你準備好 好攜帶 好攜帶 所以實用度給四顆星 那 我們直接給那個小莉一個總評就好 就是他看完這個魔術 我們最後問他就好 那我這邊實用度我給他 五顆星 五顆星 因為我 我相信魔術師其實追求這種 針跟線的這種師真的是很吸引魔術師的 大家都是都很想要變 可是也許都沒有真的變過 對 然後台灣魔術師也很少演這件事情 但其實我在國外是看蠻多人演的 那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很 很新很新的一個創作 跟一個idea 是以往的針線程序很冗長 可能沿桌不好演或什麼 這個是沿桌一定可以演的魔術 就是 一根針一個 很有畫面 一個櫻桃上面插滿了 才可以reset 對 直接檢查直接吃 然後直接把它拉出來 然後 非常棒 真的非常棒 使用度我給五顆星 來難易度的問題 難易度 他基本上還是要練 所以我也是給兩顆星 對 因為還是要練 真的 什麼魔術基本上都要練 那他設定上真的不會麻煩 設定上不麻煩 你給兩顆 對 很方便 方便演真的 那我難易度我給四顆星 就是 因為我們還沒有實際吃 但是我 我以前演過那個 吞真的魔術 所以 他的方法是 相對簡單 相對簡單的 是簡單非常多 而且我覺得 可行但是 吞真的危險 所以奉勸如果是魔術的新手 不要挑戰這個 對 因為真的還是有一定的危險度 這樣子 那 老手的話 如果你看完這個你應該會非常愛 因為 哇 這個是吞真的裡面最簡單的方法了 超棒 而且很乾淨 最方便 對 所以我難易度給四顆星 創意呢 創意度我給三顆星 因為我覺得 他把過去 過去因為大家都是用很多根針 對 他把這個效果精簡 精簡成一根 然後 把那個 震撼力演到最高 我覺得 這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了解 對對對 創意我給五顆 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你真的很愛這一片 我很愛這一片 因為他給 他其實是可以給一般觀眾很強的參與感 對 觀眾可以選真 然後觀眾又可以拿線 對 從頭到尾都觀眾參與 我非常喜歡 然後再加上 魔術師也會 就是他的表演片裡面 他自己講說他常在那個魔術的場合發表 一般魔術師看到也是會很驚艷 因為 他的方法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真的是特別 對 所以我喜歡 所以五顆 那CP值 CP值 他多少 他多少 他好像一千 一千多 一千一百五十 他一千一百五十 一千一百五十嗎 好 CP值我給四顆星 四顆星 因為基本上 雖然他沒有道具 但是我覺得他的方法 可以讓你在很多場合都可以演 不管party 近距離演桌 街頭 你突然 然後你也可以送給觀眾 對 那基本上他用圖 還蠻廣的 對 基本上我覺得CP值蠻高的 嗯 CP值 我給 五顆星 我給五顆星 我覺得是很棒很棒的一片 對 我很少看到吞針效果可以做到這麼乾淨 因為 還有另外一片吞針非常棒的 那個交學帶 但是那個交學帶三千多塊 真的嗎 超貴 所以 三千多來 我記得三千多 所以其實這一片已經非常非常棒 物操所知我覺得 好 那 小莉 你覺得呢 你看完他的效果 雖然我沒有現場演給你看 但是我肯定他是真的是現場表演 你也看到他都是跟現場人互動 你喜歡這個效果嗎 我喜歡這個效果 而且他一根針就可以達到 我覺得之前大家吞那麼多支針 對而且吞那麼多支很脫戲耶 對嗎 吞那麼多支 你在講誰嗎 你這樣不好喔 我覺得沒有脫戲 很好 因為有些模式不是一根一根吞 有些模式會把它全部都加到紅酒裡 直接喝掉 對 那就比較沒有脫戲 但一根一根針的話 有點 我覺得你還是在講誰 哈哈哈哈 很開笑的啦 你剛剛講兩個 兩個都有同一個人都有演過 哈哈哈哈 不錯 真正就是好效果 好 反正小莉覺得呢 小莉覺得很好 你覺得非常棒的效果 如果有機會 現場看到應該會更喜歡這個模式 會起雞皮疙瘩 對啊 而且很棒耶 一拉出來還直接帶回家做紀念 對不對 你看 對啊 如果帶回家直接插在深深的那隻青蛙上 那會不會換完 對不對很棒 好 那這個就是 這一片囉 非常棒的一片 好 好 那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頒獎典禮 頒獎 耶 到底要送什麼道具 你看之前有多少人推薦對不對 我們再放一次推薦影片 你看有這麼多人推薦 放在下面好了 有這麼多人推薦說 RIP道具有 到底有多神奇 其實非常多人來信問我們說 那RIP有沒有賣 有沒有販售 到底是什麼秘密呢 嗯 我在這邊一定要跟大家鄭重的宣佈 就是RIP道具 就顧名思義就是RIP道具啊 就是 壞掉的道具 哈哈 不要太難過 不要太難過 壞掉的道具也是有很高的 壞掉的 壞掉的 你要拿壞掉的道具 你要拿壞掉的道具 反正你也不會變魔術嘛 對 哈哈哈哈 我們其實都討論過很多壞掉的道具 到底有什麼 譬如說 呃 二分之一 我們盡量不要講到魔術的秘密 我們盡量不要講到魔術的秘密 這樣子 呃 譬如說爆炸骰 沒有骰子 沒有骰子 沒有那個 反正爆炸沒有骰子 它就是壞掉的道具 或者是 呃 或者什麼 一球變四 對 一球變四只有球 或者是某個東西破掉了 是不是只有一半了 對 或者是 青蛙 對不對 青蛙結果那個牌 是破掉的 可能沒辦法折之類的 都是有可能是壞掉道具 但是我們今天 這麼多明星推薦 我們不能開玩笑的 真的不能開玩笑的 我們這個RIP道具是有發展性的 絕對是實用 才會送嘛 不然怎麼可能會送 對不對 那 就這個了 你看這副撲克牌 登登登登登 非常棒 你看上面還有RIP三個字呢 有看到 它不是一般的撲克牌 全世界只有一副喔 全世界只有一副 真的 這是我們很多大師加持 然後整個白鴿子劇團的 加持的一副 可以打開來看一下 來來來來 我們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副撲克牌是什麼 這是一副RIP的 綠野仙宗 你有聽過綠野仙宗嗎 童話故事嗎 唉唷 他真的有聽過耶 對綠野仙宗是一個童話故事 但是在魔術上 其實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術語 相信所有玩魔術的人 應該都演過綠野仙宗吧 如果沒演過 可以去魔術道具店問一下 但是 我們不要破解 盡量不要破解 那我也跟小莉解釋一下 綠野仙宗是什麼 綠野仙宗其實是一副正常的撲克牌 但是 他不小心呢 你看像這副撲克牌這樣子 就是洗得非常亂 就正反正反這樣洗 洗得非常亂 我們就會稱他叫做綠野仙宗 對綠野仙宗的現象 對 那 居然要送給你 當然要教你這個魔術怎麼使用 這個魔術是這樣子的 就是 如果你拿到這副綠野仙宗的時候 你就要把 你就要把 那個正面向上的啊 背面向上的 你就把整理好 就把它整理好 這樣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樣把每一張牌都完全的整理回去 這樣子 好來 沒關係 等一下影像會快轉 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 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他就是一副 正常的不可牌 完全正常沒有任何機關 正常的不可牌 完全正常沒有任何機關 這樣子 好 那 這個呢 是一個非常實用的 因為RP還是可以用 非常實用的一個道具 什麼道具呢 是一副正常的bicycle 歡迎你加入魔術師的行列 你以後可以練習魔術啊 這樣子 就要送給你了 歡迎你加入 這樣 喜歡嗎 不要難過了 不要難過 對 因為畢竟是壞掉的道具 但我跟你講很少壞掉的道具 還可以正常使用的喔 但是 這個綠野仙宗的道具 就是壞掉還可以正常使用 對對對 非常謝謝小莉 但是 不行 我們如果白鴿子這樣 怎麼剛剛這麼多人加持這個道具 結果我們這樣送人家一副正常的撲克牌 是不是有點失望 以後我等於越來越只有50了 哈哈哈 是不是有點失望 非常失望 那不行 我們一定要用這個壞掉的 綠野仙宗 R.A.P.綠野仙宗來變一個魔術 好 好 怎麼變的 好這樣子好了 來來來來 我來挑戰一下綠野仙宗這個魔術 嗯 隨便說一張撲克牌 方塊9 要不要換 好換 他真的是很難搞的觀眾 換石齁 方塊10齁 方塊10齁 你要換成方塊10 你確定要不要換 你還可以換喔 不要 再讓你換怎麼樣 確定嗎 換了一次了 好 接下來是這樣的 我們將方塊10的靈魂抓起來 有看到嗎 沒有看到 因為他已經R.A.P了 R.A.P.的靈魂 我們將方塊10翻成正面 再放回去 你有看到嗎 真的真的真的 來來 自己打開來 不會吧 不會吧 對來來來來這樣子 面對觀眾 把它攤開來 這樣子我看不到 沒關係 你會看到有一張牌反過來啊 你背後也會看到一張牌反過來 這邊有一張牌反過來囉 全部牌都要撐開給大家看 後面沒有半張其他的囉 唯有一張方塊10 來來來來來 這就是送給你 最完美最完美的R.A.P.禮物 R.A.P.禮物 來來來來 這我可以自己變嗎 回家就 你要把它封印起來 練習 好好練習 這白鴨子 精心幫你設計的IP道具 真的 你要封印起來也可以啦 真的 這個很難欸 這個超級難 他回去能演我真的跟他姓 超級難 好 不然等一下 不然你加入這個IP道具 恭喜你得到了這個大獎 我很多人想要這個魔術喔 對很多人想要這個魔術 好 那這就是我們本集的魔術開箱文 那點點來來來 好開心喔 好 連你都震撼到是不是 對震撼到 幾顆星幾顆星 你說實用度嗎 實用度 對實用度幾顆星 當然是五顆星啊 拜託 因為完全不用道具 對真的真的 只要一副 壞掉的 外掉的綠顏先裝 對你去買一個 給人家買以後 我要一個壞掉的綠顏先裝 你可以拿來用的 這個公本以後在模式店會引起熱賣 大家都是拿綠顏先來研究 好 實際上這就是我們本集的 新魔術開箱文 我們還是有一天魔術界的活動 就是最近有幾個大事情 TMA 嘟嘟演習會 然後 G的演習會 對不對 那我們白鴿子也有兩個演出 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歡迎大家可以分享這個演出資訊 這樣子 第一個演出資訊是我們的阿炮 就是我們的阿炮要辦一個 專門為小朋友所打造的一個魔術表演 所以如果大家身邊有小朋友的話 歡迎多介紹給他們有這個演出 這樣子 那地點大概 地點要講嗎 地點沒關係都會有 下面都有資訊 地點在我們的趙咖 對 對 趙音咖啡廳 對 4月27號的時候 這樣 非常近了 馬上就到了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 瑞翔的演出 瑞翔演出在5月 5月9號跟10號 也是一個最新的資訊 就是瑞翔的個人公演 兩個人公演 所以 對魔術有興趣的朋友們 都歡迎來看 這樣子 那也幫我們分享這個資訊 那 無論如何 我們也來送東西好了 送東西 送東西 小莉你要把這個RIP道具送出去嗎 不要 當然不要 超想要 好不然才中了 那不行 那我們白鴿子也要送點東西嘛 那不然我們送我們的演出票券好了 我們送我們4月27這個 小彼得的魔術箱的演出票券 這樣子 那 得到的辦法就是幫我們分享這個影片 然後呢 在分享這個影片的時候 上面的title 打說 白鴿子4月27 有一場 小彼得的魔術箱的演出 就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們分享的這個影片 然後有打這句話 幫我們到那個 Facebook的下面留言說 你分享 對 你分享 這樣就參與了這個抽獎資格 這樣 好 沒關係 就這樣子 那我們也要抽出我們之前的 投獎者 來來來來來 之前 這是 Anders的 DVD DVD的 好 這上面就是所有 所有有留言分享的人 還有Anders的 簽名 真的不得了耶 那天現場簽的那一分 超棒 這是Anders提供的 來來來來 你隨便抽一個 你連轉過去好了 連轉過去 我會抽到我自己的啊 有可能 抽到自己我們就撿 抽到自己作廢 好狠喔 好 真的抽到自己了 哈哈哈哈 你是作弊啊 不公平 你看 現場辦公室說不公平 不公平 重來 太誇張了 這樣不公平 這樣以為我們作弊 沒有 這真的抽到 真的抽到 這怎麼辦 這遊戲來 好我知道了 我們抽三個人 一個人拿這個 一個人拿這個 一個人拿盒子 太誇張了啦 太誇張了啦 怎麼辦啊 抽獎者抽到自己太假了 你有沒有這一片 你有沒有這一片 沒有 少啦 少啦 你說沒有 我會再看到你跟他買 他想要得到兩片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 只能恭喜得獎者 不然怎麼辦 好啦 大家有興趣可以 好你下次不能參加抽獎 你下次不能參加抽獎 你下次不能參加抽獎 G的 這太過分了吧 好G的他有買票 好那如果大家有對演出有興趣 也歡迎分享這個影片 然後分享我們的演出資訊 這樣子 好那這就是我們的 一家歡樂 萬家難過的 哈哈哈哈 每個名字都不一樣啊 真的每個名字都不一樣啊 怎麼會這樣啊 太誇張了 真的太誇張了 好那 我們頻道播出的時間是 每週二 晚上十點 十點週 那我們下週見 拜拜